宜蘭羅東轉運站明天正式開放使用 但是民眾抱怨火車站跟轉運站之間 距離三百公尺實在太遠 而且再多餘的宜蘭又沒有受制周宇棚 對於轉乘的民眾來說很不方便 烏龍武士熱鬧開場宜蘭羅東站 終於在六號正式啟用 但現在卻有民眾認為火車站和轉運站 之間距離三百公尺實在太遠 轉乘很不方便 舊的臨時轉運站就在羅東火車站正後方 而新的轉運站和火車站之間三百公尺外 還要穿越車水馬龍的光榮路 而且宜蘭經常下雨 最好能增設雨遮的人情空中走廊 那羅東轉運站跟火車站之間 會有接駁專車 那五分鐘一班空中走廊的部分 那我們也會來跟中央爭取軍備 先前舊的轉運站每年將近五百萬人次 是線內規模最大的轉運站 這次新的轉運站 斥資十億六千三百萬 是否能符合實際需要 要等線民打分數 記者張凱廷宜蘭報導